非打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我是Jason 做Airbnb页面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封面 专业的照片已经是必须的了 但是现在开始卷起来了之后 可能专业的照片也还不够了 最近做了一些实验 我发现有些房子适合在专业的封面上面 再做一些小的调整 今天就来聊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 需要自己做封面以及怎么做 如果想要提高收入的话 希望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启发 还没有开始做Airbnb的呢 也可以收藏起来以后慢慢看 封面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别人在搜索的时候 几百个房子 他不会一个一个点进去看 他只会看封面 只要他产生兴趣的 他才会点进去 更重要的是 Airbnb的搜索排序 是按照他们所谓的兴趣算法 那Airbnb自己出了一篇文章 详细的解释了 他们搜索排序是怎么运作的 站在Airbnb的角度来讲 他们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是客人预定 所以他就是要把客人喜欢的房子 放在排序的最前面 那怎么判断客人喜不喜欢呢 那就要看客人是不是会点进你的页面 并且在你页面上面做了什么动作 有没有收藏起来 有没有预定 有没有问问题 停留多长时间 所以如果封面都没有办法吸引客人 点进去的话 那都没有之后的那一系列动作了 从Airbnb的角度来看 就是客人不喜欢你的房子 那排序往后放 封面不好 导致搜索排序不好 导致预定不好 然后又进一步导致你排序更不好 那可见封面的重要性 那直到封面的重要性之后呢 大家都把最好看的照片放在封面上 都是很专业的照片 那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有问题的 就拿我最近开始代管的房子举例 这个房子呢 在Florida 很多房子都是有游泳池的 所以客人在搜索的时候 看到的页面是这样的 都是泳池的照片 都很好看 但是呢 我代管的房子除了游泳池之外 还有很多别的卖点 别人是没有的 就比如说 它在一个河道旁边 有私人舶船的地方 相当于私人的一个码头 他们还提供开亚克和自行车 房子也是翻修过的 那这些你光看这样的封面 完全看不出来 甚至就觉得你价格这么高 我点都懒得点进去 那我做了一件事情呢 感觉是有点帮助的 就是换了这个封面 就是有点杂质的感觉 还有一个品牌的感觉 Villa Joy是房子的名字 Canal Front Paradise 那这样感觉整个档次高了一些 而且可以看出来 这个房子是在河道旁边的 那点进去的概率呢 也会高一些 再给你对比一下 本来的照片是这样的 现在改了之后呢 是这样的 你觉得呢 是不是出跳了一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接下来说呢 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比较适合做这种自制的封面 那还是拿这个房子来举例子 我们看看效果 就发现某一张照片 都没有办法很好 表明卖点的时候 就比如说卖点是河道旁边 然后有游泳池 然后房子翻修过 可是如果只是放客厅的照片呢 人家感觉你没有游泳池 如果只是放河道的照片呢 又不知道你房子是什么样的 如果只是放游泳池呢 就和其他人没差别了 所以用这个像杂志一样的封面呢 就一下子可以把所有的卖点都突出 所以总结来讲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卖点 或者某一张照片都达不到出挑的效果 就可以考虑用一下自制封面 那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也是我代管的一个房子 同样的问题 卖点是有很多的游戏和娱乐设施 但是并没有一张好的照片 可以把房子里面的这些娱乐设施都照进去 而且照得好看 那如果只是放别的照片 就比如说放一个客厅 那他跟其他竞争对手看上去就弱了 就像这样 但是如果自制了一个图片 把所有的娱乐设施都归纳起来之后 就显得比较出挑 卖点就很鲜明 那么再说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 不适合用这种自制的封面呢 就是卖点用一张照片 其实可以说个八九不离十 或者说已经足够出挑了 那就不用把照片都堆在一起了 因为这样堆在一起的坏处 就是每张照片都很小 反而就起了反作用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自制照片怎么做 有一个网站可以免费做 叫canva.com 放几个照片 放一个杂志的字体 然后导出 就完事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里有个小的知识点 就是Airbnb的新界面 所有的照片 不管原来尺寸是什么样的 到了客人选择的时候 全部显示为正方形 所以有些图片 你看它原版的时候 那种宽的照片是挺好的 但是在客人的界面上面 两边的东西就被裁掉了 有些看起来就不大气了 所以呢 不管自制封面 你选择什么样的大小 一定要保证 它在正方形的时候是好看的 贝塔投资和你一起积累财富 我是Jason 更多美国房地产 以及短租房管理的视频 关注贝塔投资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